走走 哎呀快藏起来 哎呀 走了 那那老板 哎不是小马 你怎么在我办公室啊 那个我说帮你打扫 打扫卫生 对打扫卫生 没什么时候我想走了啊 你等我去小马 啊 走了 啥事老板 你到底什么时候娶我吗 娶你 哎不是你说的吗 男人要以事业为重 所以说不着急 什么不是呀 怎么每次说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总找各种理由呀 问 我跟你说啊 你要不娶我的话 我就找一个和你同性的嫁子 生个儿子和你一样名字 不是 当不了你的新娘会做你娘 哎 当不了你的新娘会做你娘 不是我 哈哈哈哈 这你别笑 不是 你看我合适吗 什么合不合适呀 你在这干什么 哈哈哈哈 我来给你刷鞋 跟你信吗 不是 你喜欢刷鞋是不是 那我鞋会连200多张鞋 你去刷刷 快出去啊 哎呦你妈 哈哈哈哈 老板没什么事我也先走了啊 哎呀你别走 小马你到底什么时候娶我吗 哎小马啊 今天晚上有空吗 请你泡温泉啊 老板今天晚上一堆文件要做的 我就不去了你去吧啊 你确定吗 哎不去了不去了 啊 刚刚刚今天晚上你有空吗 老板那个泡温泉是吧 我有空 哈哈哈 小马没有空你帮他把文件做了吧 有人 什么小马不是等会了吧 你啥意思啊 这文件做好了奖励2000块钱了是不是 你给他你不给我做 你啥意思哪那么坏呢 有人 你真的啥也不是 你别笑 不对吗 我说不对吗 哈哈哈哈 小马你真的要辞职是不是 对 我跟你说哈 你敢辞我就敢辟了 辞就辞谁怕谁 嗯 行 公司给你配的房和车我都不要了 老板要你配啥不要 哎呀不要了 但是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你说 你来公司的时候是不是就100斤 穿的破破烂烂的 嗯 对对对 你现在多重 我我现在 嘿 160 160了多 不是 那是因为我养的好 但是啊 你要想走的话 你要把这60斤肉给我还回来 还回来 不是我怎么还啊 我出去给你买60斤猪肉还是给你买60斤牛肉啊 哈哈哈哈 不要其他的肉 我就要你的肉 哈哈哈哈 不是 这就是 不是 你这无理取闹啊 你这是无 无来行为啊 不就无理取闹啊 不是你 太过分了 走吧 干啥呢 带你去吃好吃的呀 为啥 再让你长20斤肉 让你还不回来 呵呵 若想练是凋谢的 一百两百 哎哎哎 等会老板 怎么了小马 你鼻子好像有点东西啊 鼻子有东西 有东西吗高经理啊 对啊 你你你 上上镜了 我上上镜了 哎 哎 这也没什么东西啊 哦 哎 没事 就有点好看 哎 有点好看 这臭心 不是小马 你是不是拿我钱了 我没有啊 经理我是不是没拿 哎 经理拿没拿 没拿 没拿 哈哈哈 我跟你说啊 我给你一千块钱 我从你数啊 老板我跟你说 一百 两百 三百 老板你放这 四百 五百 六百 七百 八百 九百 一千 哎 有人 老板 怎么还多两百呢 哈哈哈哈 多两百是吗 哈哈 这你别笑 一千分加给你了 给我了老板 哈哈 这个正好公司没有水电费了 你去把水电费交了一下 哦 没事吧 多这两百给你 哎 下了吧 嘿嘿 小朋友 幸福就喝了 哈哈哈哈